大家好 我想今天很多的問題 都已經重複在談 也不管是為什麼市政府可以 規避環評切成3塊 或者為什麼200億變400 那你們回答的理由 從頭到尾都是正義宣導 就是說因為我現在要公益住宅 所以別的地方可以變成450 所以我這邊變400就合理 但我們要聽到的不是這一種 倒果為營 不是你告訴我說因為政策需求 所以我們就可以變 你們要告訴大家的是為什麼這邊可以承受 而你們回答的方式都是 因為我們多蓋一些停車位 所以就可以承受 那其他的部分呢 其實你們都沒有回答嘛 該回答的問題都是那些問題 可是沒有人願意真的正面回答嘛 其他問題不回答啊 200億變400正義宣導 因為政策要做所以這麼做 那之前的博德呢 剛才前面的很多人都有提問啊 那博德的法律問題 你們到底有沒有正事 從頭到尾前面兩三個人都有提 可是市政府沒有一個人回答 博德的法律問題 到底怎麼解決啊 前面一個博德 耗費了那麼多時間 一個環評不過被踢開 你們現在要在四月底 再開一個BOT案 誰知道下一個建設公司 是不是下一個博德 那我們是不是又繼續空轉 那繼續空轉的結果是 那法律如果官司結束了 博德贏了 那開發到一半 是不是要全部拆掉 這些問題到底怎麼解決嘛 法律問題你也還是沒回答嘛 所以對我們而言 你們的回答都是 對你們而言 你們官方的安全答案 但是該回答問題 從頭到尾沒有回答啊 誰知道下一個建設 我們是不是下一個博德 我們是不是又再空轉八年 是不是換一個好市長下台之後 下一個市長說 啊我們不要做公營住宅 所以這時候怎麼樣 這時候我們又換一個政策 這時候要蓋別的東西 那市政府不能這樣做事嘛 那你要給市民一個答案 到底你們現在要做什麼 那到底博德的問題 你們要怎麼解決 法律問題怎麼解決嘛 訴訟官司未了 你們這時候就說要新的開發 誰知道是不是會新的空轉 那是不是像你們所說的 又有一個新的政策需求 所以繼續 我們又繼續怎麼樣 再換一個BOT 這邊的居民 有這麼多個八年可以等嗎 我真的覺得這些問題 都去市政府要好好思考 好 謝謝 那這個問題到這裡 那剛剛